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黑森林勢必是團戰喔 這場比賽有著名的世界冠軍選手 Viper 這次他選擇的名字是CCE人 CCE的人黑森林可以搞很多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Viper會怎麼玩CCE的黑森林吧 這邊可以看到對手Ganjin 已經拉了兩隻村民過來點下了支部技術 準備要來一個前期開稿 好 這邊直接偷了一隻豬 哇 把Viper的兩隻豬給偷走 Viper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呢 呵呵呵 開局出 偷了這兩隻豬好像有點賺喔 Viper見眾 欸 你怎麼把我的豬給偷走啦 趕快過來追一下 但是無功而返 只能眼睜睜的自己的兩頭豬被偷走 呃 鋼局這邊拖的實在是非常漂亮 打得十分精彩喔 開局能拿到這麼好的戰果 十分不錯 欸 但是他自己的弱馬直接被收掉了 這就稍微有點危險囉 兩隻弱馬打一隻村民是綽綽有餘的 他勢必要再拉一些村民過來喔 趕快去圍牆才行喔 好 這裡要趕快補一個房子 好 Viper這邊也是偷了兩頭 這個魯牛 這個偷的回去嗎 後面這隻村民趕快就去圍家 這個房子趕快補下九人口了 那我會卡到嗎 好 不會 好 Viper這邊打的算是比較偏被動一點 並沒有很主動出擊 那上方則是兩邊打成血流人口 兩邊都在主動出擊 打到頭破血流 那目前 Viper的村民是石村 而這隻豬想要拿 那射這隻豬會不會被制裁呢 好 匈人這邊想要偷對頭豬 好 那 ACCN 欸 發現他的隊友有ACCN欸 那紫色呢 這位選手是越南第一高手 ACCN 那ACCN呢他的打法算是比較經濟型 算是實力堅強的玩家 可以說是越南版的MBL 越南版的 他的實力喔 我覺得也算是世界前十強友 好 那這邊看到斯拉夫人 這邊是繼續補下的房子 右邊這裡 Viper剛剛兩頭豬被偷 那現在還有兩頭豬 欸 他是去拉椅遠處的豬 過來吃嗎 看起來是喔 那有拉這幾頭豬的話 Viper好像就不是那麼傷了 但是鋼琴應該這時候也在沾沾自血 欸呀 我偷了兩頭豬啦 Viper的經濟一定很差 但是殊不知 Viper已經拉了非常多的豬 回來客了 這一次拉三隻嗎 好 先圍一個牆 射一下 好 換上面這個 射一下 欸 會有點太遠嗎 趕快走 趕快走 喔 可以一次拉三頭豬 OK 這邊直接走到底 就可以到家了 好 但是不用去 好 再圍一下木牆 喔唷 這個操作好強 喔唷 再圍一下 好 再射一下 哇靠 世界冠軍的操作 實在是還施滑啦 哇 行雲流水 就是這樣形容的 世界冠軍 哇 太扯了 這真的太扯了 野豬一下都頂不到 施滑的拉三豬 這不是這麼reasy 只扣了6滴血 好 最後被頂到了一下 好 這個再消個仇恨值 讓野豬們在自家的承認中心附近徘徊 好 再送進去 好 這一隻可能會回家 因為牠沒有消仇恨 好 仇恨值消完 BIPER直接把這些野豬鑽養起來 變成家豬拉 哇 這裡肉吃完 至少 兩千肉起跳了 兩三千了 呵 大概兩千...六左右吧 兩千三 兩千三左右 大概兩千塊了吧 好像沒有那麼多 喔 因為牠少了兩頭 所以應該是兩千肉 沒想到BIPER直接補了 六頭野豬回家吃 經濟直接起飛 好 這時候 剛仔細說BIPER已經UP了 牠怎麼察覺到的呢 怎麼察覺到BIPER上封建的呢 好 那這裡分數BIPER應該是沒有特別明顯 有可能是看分數判斷出來 那一家的話 封建時代也上去囉 欸 但看分數怎麼上去的我也不太清楚 哈哈 這個細節喔 可能只有高手還知道 好 那這邊BIPER一上封建時代 直接點下了成龍 成龍快攻 所以C西西里是非常適合的 那之前有觀眾在問 這個對於 這個寶加利亞跟C西西里有什麼想法 那我的想法是 C西里真的是要在團戰中 打這個成龍快攻喔 會更有優勢一點 這個跟對方對農 C西里的優勢喔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所以這邊用這個成龍快攻呢 算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而且他的一個成龍 會隨著時代喔 一直升級上去 血量啊 跟這個發射的箭矢出量喔 也會越來越多 但確定就是喔 會比較大根一點 然後他的這個造價也會貴一些些 但好的消息是喔 可以用成龍製造這個 薩金特衛兵 還有這個長槍兵 都可以應對的 那鋼筋這邊是決定 直接補了一個瞭望塔 去防守 C西西里這邊成龍快攻 那遇到對方塔攻 的情況 BIPER這邊會繼續補嗎 好這裡要先 伐木 然後頂下兵工場 或者是直接轉城堡時代嗎 喔這裡鋼筋直接貼了大石牆 非常果斷喔 這個石牆早點上 早點安心 上面這個木牆 待會也要補一下石牆會比較好 好上方的結果 是紅色圍了出來 那紫色呢 有把它圍死嗎 也有圍死 但這個圍得有點哩哩啦 有點看不太懂 是怎麼圍的 哈哈 非常歪七扭八的圍法 那BIPER這邊又燒了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這麼多肉 薩金特衛兵趕快造 這邊造了這麼多也沒有辦法進行的攻擊喔 對方的劍塔在這裡 除非再補兩根城樓 直接開始跟他對塔 嗯 鋼筋這邊就要再圍更出來一點點 這邊可能要再圍一個小型的圍牆 好 當然BIPER沒有這麼傻 我這麼多肉 直接跟你升城堡Style就完事了 不然來一個質地如何呢 單TC樹地王 挖石頭 蓋城堡 開始寶推 然後轉出騎士 或者是轉出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好 當然這個希希這個打法相當特別啊 好 那BIPER這邊的肉量呢 其實已經來到了緊繃了 肉量已經開始不夠了 六頭野豬 吃完的話 升到城堡Style是戳出猶豫 好 看到上方 上方也是過得挺安詳的 好 內加的印度Style也升到了帝王Style 後面 庫曼 好 封建Style雙TC開農 好 日本人這邊是 直接 城堡Style也升上去 現在上方呢 都是處於和平時間的 兇人 哥德 哥德內加 待會可以看一下哥德會怎麼發揮 哥德要很難發揮在這個 團戰裡面 好馬來這裡 夜升到了城堡Style應該是3TC開農 結果不是3TC了 這邊是拉的村民到前線應該是要來蓋城堡 這裡薩金特衛兵 趕快來前線蓋城樓 扛著這個箭矢傷害 想要去把這根箭塔蓋起來 這個薩金特衛兵能活下來嗎 到了城堡Style 這個薩金特衛兵血量是75滴血 非常的坦 這邊看到 欸 直接內加的馬來人 幫忙來蓋一根城堡 看起來 Viper的進攻要被受到阻撓了 這裡要趕快撤了 還是要 轉農呢 3TC轉農 或是蓋一個攻城七製造所 繼續壓制對手 通常內加挖一根城堡出來 沒有辦法馬上開下3TC了 對於內加開農的情況來說 是很傷經濟的 很容易會農輸對手 Viper看到內加來蓋城堡應該信之肚民 你應該是沒有3TC開農上去的 那我的內加 待會酷慢了 就可以盡早出冠了 趕快出遊俠去打爆你就可以了 那待會酷慢要在前方 補一個中型投石機的升級 當然就可以開路進去了 然後遊俠一路狂衝 就可以拿到巨大的優勢 通常酷慢的 那一家都這樣打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遊俠雖然很早出關 跟這個城堡 但是沒有辦法立刻攻擊到敵人 就是不太好 不然就是Viper這邊要趕快速升帝王 趕快升級這個中型投石車 趕快幫隊友開路 好 才行 好 那Viper這邊是決定要升3TC開農上去 沒有打算要速升了 Viper謝謝你 城樓快攻被擋了下來 好 這邊看一下投石車會怎麼解呢 好 這邊繼續往前推 投石車要怎麼解對方 這邊要想一下 好 往前推 唉唷 這邊剛好可以砸到蓋圍牆的村民們 當然應該可以安心 蓋完 只差幾下 不想敲了 最後還是要敲完 最後還是要敲完 好 結果這邊爪刀勇士大量入侵 結果馬來打的是一個突襲 Viper3TC開農 現在場內的兵力並不是非常多 但是有一台投石車 好 這邊砸一發 砸了一些馬來的爪刀勇士的血量 殺菁特衛兵這邊防守 防住 說明趕快修理 但是爪刀勇士太多直接收掉 好 投石車砸到了一發 嗚嗚嗚 一個發砸死的一隻 殺菁特衛兵剩下200多滴血 刷到這邊剩150滴血 兩邊都是打一個超級快攻 結果吸吸引人反被快攻打 哎呀 這個打法確實兇狠 但是庫曼這裡已經逐漸出關 開始幹了一些馬座 喔 然後工廠七製造手也補下了 該打軍師的東西都已經補下了 這邊還偷補了一個慾望 那這邊鮑魚啊 可以鮑得再更順一點 這就是Fish Boom 炸魚 好 往前看一下 三隻騎士第一時間收掉的投資車 後面兩隻騎士上前也砍掉了投資車 幫自己這邊投資車非常便宜 被砍掉的投資車其實不是那麼輕鬆 但還是很貴唷 斯拉夫人 攻殘器就是便宜 小夠大碼 馬來人 這邊是繼續出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是天生惡法 上方也是投資車 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繼續農上去 上面就是和平相處 下方就是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看起來爪刀勇士暫時沒有辦法有事情可以做了 那一家庫曼已經轉出了一些騎士防守 但目前依舊是雙TC 沒有開下第三個TC或第四個 波曼這邊村民數並沒有非常領先 來到69村民 那麥克爾這邊要遇到的是非常大量爪刀勢 趕快來到城堡後方 哇 還是要被解掉了 好 騎士開始往前 呃 這一波投資車砸得真是不錯 這個騎士的血量砸得還蠻殘的 好 這時候庫曼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橘色哥德人也點下帝王了 待會我們可以看到士氣貫注了嗎 均勻的工作效率提升100% 大量步兵海 這一把可能是有機會看到的 好 橘色哥德人這邊的投資車 可以抓到龍士去去量產出來 上方的戰線依舊沒有動機 兩邊打的是非常非常濃 這個就是正常的黑森林 也不是正常 就是常見看到的黑森林 大家都在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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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 濃到帝王時代我們再來交流交流 帝王時代前我們就想要打小鳥 那Viper這邊擁有的很開心嗎 看來不是非常開心 村民處只有49村 村民最少的就是Viper 要第二少的是馬來人 只有50隻村民 但TC的話村民的產量還是有點太慢了 好 看到對方過來騷擾了喔 Viper能夠有效的反擊回去嗎 好 這邊上個射箭場 成人中心開始被拆除了 內夾的庫曼開始在爆騎士 但騎士這邊應該是要存點資源去點下遊俠的升級 所以暫時還沒有辦法按太多的騎士出來幫坦 好 彈馬來這邊轉圖一些生鯉 待會真的有遊俠來的話 還是可以稍作應對的 好 這邊殺金特衛兵 扛不住爪刀勇士的爆殘 這邊生鯉一招 往後拉 沒有抗招翔 會不會馬上招翔走 看趕快撤退比較好 趕快用TC射生鯉 射倒了一隻 好 這邊爪彈勇士已經在四處騷擾了 好 這邊手撕城中心 應該是難逃 易解了 哎呀 城中心被打噴了出來 村民只能逃吧 哇 這村民已經滿載了 已經不能再塞人了 15個人都在裡面射射發抖 這裡村民要趕快繼續撤 趕快扯得到後方的庫曼城堡裡 還是要往後開TC呢 後完這時候 轉了非常多的騎士出來 東方騎士趕快升級上去 目前庫曼的資源量 是不點沒有辦法點下遊俠的升級 後排這一坨生旅 一定要找個機會解掉 才有機會打得贏 好 這裡中東騎士升級好 要衝一波了嗎 這一波騎士衝鋒 頭車的地先砸了上去 好 被招搶掉了幾隻騎士 但馬來人並沒有完全招搶 只招了大概三隻左右的騎士而已 中方騎士全部卡在這個位置 好 看來庫曼這一波是有打出的跡象 馬卡還沒有升級完三隻馬卡 爪丹姆士現在砍下去還是刀刀劍骨啊 好痛 爪丹姆士現在是7加2的傷害 最後庫曼還是打贏了 用他的重裝騎士硬扛扛住 上方的爪丹姆士 這邊城堡剩下59滴 結果來攪局的是哥德仁 哥德仁人直接從下路入侵 大量的哥德規隊 哥德規隊是庫曼想盡到的東西 但是後面有槍兵 就不是庫曼想盡到的東西了 哎呀 怎麼辦呢 只出遊俠的話 粉底是打不贏的 現在要轉 青茶嗎 如果轉青茶的話 其實不太好打 好上方居然被開了一條路來 圖曼人從上面開路過來 然後這裡被堵住 哎呀 剛剛把人衝過去了 但是突然回頭 尷尬了 這裡可能很難浮路進去了 乾均 這邊的防守相當快速 OK 趕快把後面圍起來 上面又開了一條新的路過來 趕快往後撤退 所以我跟這裡趕快圍 MIP現在只能自立自強了 該跟城堡稍微擋一下 好上方也有東景 我們看一下印度斯坦 這邊斬突然是火槍 而不是帝王落陀 印度火衝還是蠻好用的 射程7加2 射程非常的遠 加上火炮 但是後方的馬攻速讓我點東 這個馬上就把火槍全部給射光啦 火槍還是很害怕箭矢 這射速太快了 好上方的庫曼已經衝了進來 後方防守能夠擋下來嗎 騎士現在在到處亂竄 MIP這邊幾乎是快要沒有了呼吸 上方的火槍加上馬攻 好兇怒的八折馬攻 數量可以優秀量產 但是這邊正面是不太好打進去的樣子 火槍在下面繼續產了一些哥德威責 開始暴打Ryper的村民 Ryper這邊三刀一隻被收掉村民 很傷 要趕快收村了 趕快跑趕快跑 這裡看起來是難守了 後方這邊轉出的是草原奇兵 精銳草奇但是沒有三攻 扛正面的庫曼 重裝奇 這個庫曼的 是哥德的 哥德的位隊應該是能扛得住的 左邊也有騎士在到處騷擾 現在是四處庫曼 遊俠 遊俠要升嗎 遊俠再找個機會升一下 上方是兩加打一加 但是上方失誤打不進去 VIPER這邊 哇靠 馬蘭已經轉出了毛相夫 激烈毛相夫也已經升級了上去 這邊打的就是一個快啊 到兩毛相夫的話 連庫曼的遊俠 可能都會難解了 那裡草原奇兵的目標是要趕快拆掉所有的共產器 盡可能的戳延時間 讓VIPER這邊城堡 不會那麼快被打倒 那就可以爭取一些時間 但是還有兩台衝車 沒有駕掉 直接被衝撞掉 VIPER只能到處搬架 上面的部分 看到這裡有大量火槍還有槍壁 開始回頭射 OK 槍繼續射擊 哇 N射速真的太慢了 怎麼辦 馬攻射得很快 但是火箱易發一隻 可易傷 而起來不能解掉多隻的單位 草原奇兵的數量開始 多人起來 來到了32隻 爆草奇很快 破曼的大草原耕種技術 但是VIPER的架子已經被頂了過去 大量的精銳毛巷物 讓VIPER無所是仇 家裡只能一直撤退 這邊日本轉一些槍兵幫忙擋 看槍兵擋個的衛隊跟馬攻 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這怎麼辦呢 要不要轉一些槍兵下去幫忙撿呢 這時候破曼家裡已經被衝了進來 大量的馬雷 毛相夫 長驅直路 這個四則大象 就是可怕 哥德爾衛隊繼續往前推進 這邊哥德爾打得也蠻漂亮的 上下夾攻 上面出兵 我下面也出兵 打的就是一個 一直爆兵 我就一直往前派 好 這時候庫曼在後面想要補軍營 但是應該也是為死一晚 內家的 印度斯坦 並沒有轉一些兵糧 來幫忙馬來這裡 這時候 印度斯坦應該是注意到了 庫曼已經快要擋不住 馬來的毛相夫太可怕了 爪刀轉地名 這個流程相當的厲害 甚至連把世界冠軍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生命的哥德爾衛隊還在努力往前 這裡要突破防線了 即使是印度火衝 也是難打哥德爾大軍 好 這裡有一朵火槍想要從下方轉過來 火槍有用嗎 火槍過來 但感覺在打到東西之前 就要GG了 因為庫曼家裡 似乎沒有辦法可以擋下馬來的毛相夫 把這些毛相夫趕快拆一下馬頭 印度斯坦這裡沒有回舊的意思 直接果斷放棄嘛 好 這時候馬公走了過來 迅速追上 這一朵火槍 這裡火槍打魚網 打魚船 打得非常慢 但是遇到馬公上來追擊 兵分山路 開始射擊這些槍兵 火槍兵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上方的日本 開始反脫離回去 開始印度斯坦加里後方 是完全扛不住的狀況 好這裡 剛只魚大量的槍兵 配上大象 浪白婆這邊打出了 GG 恭喜 剛只魚這位隊伍 拿下了比賽勝利 哇沒想到 世界冠軍加上ACCM 不敵對面四家特別打法 那這裡呢 算是一個很標準的 雖然單挑CD果是一款遊戲 但是團戰呢 又是一款新遊戲了 團戰的打法是相當多變的 是沒有辦法判斷單挑能力 去判斷團戰能力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哥德仁拿到了8萬資源的勝利 軍師拿到了0.92 匈奴拿到1.87的KD 哥德仁這邊打法是一個雙線屠戀 而且他軍營並不是蓋很多 最亮眼的還是這裡馬來 爪到的是轉這個毛相夫 一波把viper給直接帶走 那viper前期的城樓塔弓呢 這也是一個很好示範 該怎麼擋 就是直接上大石牆跟瞭望塔 然後那一家可能來蓋城堡 不然就是自己趕快自立自強 趕快補更多的 趕快補到城堡時代挖石頭 蓋城堡出來也是可以 但事實上可能要多蓋一層 多蓋幾層才有可能擋得住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